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针对之前有很多委员 针对昨天指挥中心发布的 针对绕境 对于团体旅游 对于八大行业 以及健身中心 健身房 这些来提出要求打三计 才能够进去或是参与 的这样的一个指挥 当然我也认同 如果在政策上路前 跟各个主管机关 有过比较好的磋商 这当然应当做 但如果是因为时间危急 而没有做 以至于很多业者 他需要一些配套的时间 那这样我们当然 应当向指挥中心来反映说 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沟通 我相信这些健身房业者 也是愿意沟通的 也是愿意配合的 但是我要讲一下 我的基本立场 很多委员会把它挂钩到 把健身房跟八大行业 放在同一梯子 好像就是把健身房 跟八大行业挂钩 我认为我们不要 防疫是人人有责的 我们不要把任何的行业 贴上歧视性的标签 这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 也保护业者的安全 不是吗 所以昨天也有绕境 也有团体旅游 也有八大行业 也有健身中心 这是指挥中心衡量过 接触的密切程度 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 打三剂才能够进入 才能够消费 我支持这样的政策 第二个我也要说 打疫苗是国民的责任 打疫苗人人有责 否则全国人民 大家都在防疫 结果 很多市民 他如果没有配合去打疫苗 你是忽略了自己的健康 你也没有保障周遭人的安全 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 我更要说 我相信愿意上健身房 去健身的这群市民朋友 他们是对自己的自身的健康 体态 一定是最在乎的一群人 我也相信他们愿意配合法规 去打好打满 所以健身房的业者 如果担心说 因此而影响了他们的业绩 我认为 这些对象对于打三剂 应当都是高度有意愿的 这些会去健身的朋友们 所以当然未来 你们应当跟指挥中心去强化要求 任何的政策上路 要及早让你们能够阴影 但是就这个政策的本身 我认为是应当来赶快 全力去宣导 我们不能让防疫有任何的波动 打好三剂的疫苗 打好打满是每一个国人的责任 你们赶快去做跟健身中心的相关沟通 好 那我进入今天的主题 昨天立法院通过了食农教育法 前天了 食农教育法上路了 学校饮食法要赶进度下页 食农教育法的三读 它的开宗名义 食农教育是什么 就是要运用教育的方法 去培育国民了解 基本的农业生产 农业加工 友善环境 动物福利 食物的选择乃至于食物环境与农业的连结等等 它是透过教育方式 所以这些我列出来的食农教育的法规上路之后 跟教育部有相关的 包括我们要参与跨部会的食农教育推动会 我们要强化饮食知识教育 我们要在政府机关学校幼儿园来优先采用在地农产 以及透过教育的手段培育国人的食农素养及均衡饮食的概念 所以这个法律通过了下页 回应到法规 11条15条16条 就是教育部的工作 你们什么时候接球 什么时候接轨刑法 就当中还要求你们要在各级学校幼儿园来办理所属人员的食农教育训练 透过课程 重点是透过课程 让孩子在课程当中了解我刚刚说的食农教育的内涵 你们需要接球 是 跟委员报告 委员这个食农教育法当然当时农委会教育部也有参与相关的会上 所列的这些相关的重点工作也是教育部可以依据食用教育法来后续的推动 什么时候把这些纳入课程的这些规划你们要多久时间 委员现在当然本来这里头就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在进行了 委员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不是可以更有系统 它是新法跟就有的课程其实还有很多更先进的 跟在地农产地消地产相关的事情它必须更强化去做 否则如果您说现在都爱做了 那通过这个新法那就没有新的意义了 没有我跟委员报告因为委员也关切 我们本来还有一个饮食教育的这个 这个当然就跟午餐会非常有关联 那当时除了食农教育法再往前走 那其实我们的查案也整理 但是委员那个当时我们在谈那个过程当中 包含有很多委员都提出来 大家的见解其实还有相当可以再努力的 那所以这一次行政院支持我们推 有关在偏远学校的整体午餐 其实是把有一些长期我们的制度面做不到的 做一些改变 那我也比较希望在这上面的基础 以后我们再修正我们自己的查案 可能会更加的 部长我要说的事情是 第一个食农教育法这个新的立法通过 依据这个法律你们依法要做的事情 教育部三个月要提出你们该做的计划 给本席给委员会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的重点下业 当然就是我们的学校饮食法 本席的推出来的叫学校 你们叫做营养午餐法 本席推的是扩大叫做学校饮食法 要即刻来接轨上路嘛 所以你刚刚说的是两套事情 没有错 我们根本的学校管的就是学校的饮食这些 营养午餐的安全效率 营养都要来兼顾 那我时间到了 那我就问你 我后面都没时间讲 学校饮食法我们什么时候要上路 要什么时候送出来 会在今年九月整个偏远学校的这个方案 因为这个方案里面涵盖了 委员所提到的饮食法里面最关键 实际上这个也是过去做不到的 安全送达 对对这些让人力还有城乡资源 我要求九月好就是下会期 我们就是用一个当基础来检设 一定要把学校饮食法送出行政院送到立法院 我们好好针对学校饮食法的内容来讨论 而且也就可以扣合食农教育法里头 要求行政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规划的程序也是这样 好那下个会期一定要送出来 那刚刚讲到偏箱 我要提醒一件事 我们刚上路的六块 偏箱变成提高到十块 他用三张一Q 我们上个礼拜开的这个工厅会 教育文化文会 群教总的朋友也反映了 偏箱他真的比较难去用到三张一Q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是十块 那十块是可以用在他这些运输的成本吗 还是十块只是要让孩子吃到那个食材的本身 未来十块都是成本吗 都是那个不是印度成本 也算在里面吗 就是食材 现在为什么说我说这一次偏箱投入的 就是把人力 像除工还有这个印度 我们有三十五亿的补助 对对那一些让政府来吸收 孩子的缴费或补充 所以十块都是食材 张丘的就是在食材上 那我要提醒您 他很难用到三张一Q 是因为偏远 你金门怎么用到 马祖怎么用到在地的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学校饮食法也会讨论 好不好 我不要再占用时间 所以夏慧琪提出法案 然后针对食农教育法 依法规定 我们就要在课程内去融入课程的 我们也要来做 好加油 谢谢辛苦了 谢谢无所谓委员咨询 部长申请回答